欢迎收看前线8月翻版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警告说 最坏的情况将会动用军队来镇压暴动 也许你有想问美国史上历次的暴动 牵动美股的敏感神经 到底美股会不会因为暴动而大跌呢 昨天前线才披露美元狂扁 扁到了波段新低 竟然传出来高盛还要再看空美元 也许中国大陆这次真的火大了 中国今天传出来耳后的美国农产品 他们都去买都不买了 三个重要的议题前线投独家观点 马上为您追清楚 从这个主题当中读出来 确实的美中真的有利空正在发生 而台股偏偏跟美股 陆股 联动关系是高的 换句话说 6月天的第二个交易者 发现到美股 陆股 台股 骤涨不悟哦 完全没在担心的 所以请问刚刚的利空 难道不会影响到了美股跟陆股吗 台股跟他们高度关联性 难道不用居高思维吗 如果有个万一的话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索性哦 台股当中有美股 陆股 台股的反向ETF 如果您想要做避险的话 那么请问这三档反向ETF 您的操作策略呢 避险的布局呢 该怎么做呢 这一题是帮您先坐在前面 帮您买保险用的 不过说到了买保险 现在的毕业生 你知道今年毕业生 14万多人 大家会很害怕哦 找不到工作不就没保险了吗 没关系 疫情趋缓之下 政府帮您准备好了 听说我们行政院 推出了六大招 要帮助毕业生找工作 怎么找哪六招 找得到吗 毕业生这一题 这是为您而做的哦 请到了中介员专家 带来前线第二个大独家 听看看不受疫情冲击之下 到底如何找工作 而且哪些职缺 是不是棒的呢 说到棒 这才真的棒呢 现在摆明了 就是疫情过后 可是您知道吗 在后疫情时代哦 有一个大大的产业 商机大的不得了 这产业叫做大健康产业 请问什么叫做大健康产业 它的产值 它未来的商机到底有多大 我们国内哦 随着生活性面貌的改变 有相关的社会股吗 压轴这一题 也是为您而做的咯 听看看 说到了反向ETF 如果真的要做避险 怎么做呢 问他 威良 你好 晚安 大家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台股则是一门大学问了 昨天专家说 现在量如果在2000亿元以下 它这是个金金涨 所以现在是金金涨 都不用怕吗 可是偏偏有人在讲 小心拉高 有人在出货 贵买好像有点讯号 反正所有的焦点都问一下 月航 月航你好 晚安 人好 大家晚安 好 包括了毕业生 政府要如何帮他找工作 为您邀请到的是 中金院日本中心主任 魏聪哲 魏主任你好 晚安 人好 大家晚安 还有包括了大健康产业 到底产值 其在性有多高呢 明哲厉害了 明哲你好 晚安 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站上了台股今天漂亮哦 六月天果然带来第二天的好期待 涨了48点 今天大盘数在11127 万一之上 站得稳了 量1800亿元 昨天有看前线吗 昨天前线专家盛姐才说 只要这个量 在1800 没有超过2000亿 那么行情就是金金涨 碎步往上 所以我和这个判断吗 今天裕衡会说明白 而且这一条半年线 昨天还在想说 半年线有办法站上吗 今天站上去咯 不过提醒您 站上半年线 竟然留了一根 长长的长下去 把它卖下来的上影线哦 量又没有之前来得大 所以这个上影线 要不要有点小担心呢 我的小担心 那是因为他呀 你看外资 外资的买 没错 但没有像昨天买百亿 那么样的多了 没错 问题出在选择权 就是选择权 选择权两天做多之后 今天翻空了 这个地方 不就摆明翻空了吗 这不是吗 昨天还是这样哦 就空方的力道 现在又在转强 因此不论期货 或者是现货 这两大市场 您甭预计了 在这样的买盘 多单等等 都没有办法 一下子增加很多 是不是呢 贵买部分来请看 今天贵买 就是我一再 从头到尾担心的地方 今天贵买 一收黑 收黑 而且呢 出量还在高档 出现累十字哦 高档位置哦 这是近四个月来的高哦 所以会不会在贵买 已经出现了 逐利大户 落跑的迹象呢 这一题是交给玉衡 把他说明白 全都涨 雅谷今天呢 全都涨 下来看一下陆谷 陆谷今天收个小红 罕见的 中国大陆证监会 竟然对外宣布 他们要全力 互助香港 国际金融中心的 国际地位 韩股今天也涨了 涨幅1.07% 其他呢 雅谷也红 重要的新闻 给你专家报告 昨天还记得吗 我报告了 亚洲股市 亚洲国家 重要的制造业 PMI 5月份公布的数字 今天呢 欧美国家公布了 5月份制造业 采购建人指数PMI 公布之后 美国43.1 不过还不错 扬升往50来靠近 欧洲呢 很惨 现在还是39.4的数字 另外 澳洲央行 今天开了利率决策会议 利率要保持在 0.75%不做改变 法国部分呢 经济更糟糕 法国预估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 竟然是负的11% 惨得不得了 可话说回来 有些的市场 依旧是所有均线 稳住都没破的 月线 季线 半年线跟年线 四条重要均线 依旧才在脚底下 站得高高的 你知道市场有哪些吗 报告咯 费办纳斯达克标普 换句话说 美股当中的道琼 并没有占到 所有局限之上 台股 日股 韩股 跟上阵指数 以上重要的讯息 跟您做一下掌握咯 说到了亚洲股市 红彤彤一片 当然咯 因为现在的火在烧 严重的暴动 是发生在美国 不是亚洲的 今天川普火大了 来请看 川普说 停止暴动 否则将会动用军队 就是因为这样子 看仔细了 待会9点半开盘的 美国股市 依旧是非常的不稳 会不会跟昨天一样 美股在平白附近 来回高档 剧烈震荡 这些等等呢 请您摒息观察一下了 当然呢 明哲请上来 我怕的是 美国史上 不是只有这次暴动 发生暴动 总共有7次 7次发生暴动 然后美股的反应呢 我担心美股是 是告诉您 您到今年2020 此刻的美股 美国企业在大卖股票 来请看 就是这时候 美国股市压力重重 美期在5月份 卖股票超过了600亿美元 史上最大 卖了这么多 所以回到刚刚那一张 暴动牵动美股 我怕呀 美股会不会有修正压力 的确如果说 以现在的暴动状况来看 的确市场会有 这样子的一个担忧存在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 因为毕竟刚刚瑞涵有谈到 这个美股 美国不是第一次 有这种种种族冲突的 一个暴动 所以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过去的一个历史经验 到底对美国股市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如果说以这个 最近这7次 这种比较大规模的暴动 包括像是1962年的 密西西比大学的一个暴动 这个是甘乃迪 希望说有那个 他们可以收这个黑人的学生 那当时的学生 有不满意 那包括像是1967年的 底特律暴动 这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就是警察跟这个黑人 就是白人警察跟黑人的冲突 那当时其实也造成底特律 后来没落这样的一个 这样状况 底特律是车城 对那第三个就是 这种应该是比较重大事件 就是民权的 这种黑人的民权 都是马丁路德博士 他在这个田纳西遇刺 所以当时这个美国的暴动 是非常的严重 都是白人跟黑人 都是白人跟黑人 不过因为当时的一个美国股市 大概是在800点左右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参考的性 参考性可能就没有来得这么强 对啊 所以这边波普其实都不大 对因为都是过去 非常久以前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对我们可以从这个90年代之后的一个事情来看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一次其实跟这个1992年的洛杉矶大暴动的情况 其实非常类似 这又是什么样的暴动 当时也是因为有一个这个黑人青年 他酒驾 然后被那个 事实上这件事情的导火线是在1991年 当时有一个黑人青年 他酒驾之后被警察抓了 然后警察抓了就打他一顿 他打他一顿之后 那四个警察原本被关起来 但是一年之后判他们无罪释放 所以在1992年的时候 才引发这个所谓洛杉矶的一个大暴动 而且因为洛杉矶其实是 当时就已经是这个国际知名的城市 所以这一件的一个暴动 的确当时引起市场非常多的一个注目 而且当年呢 他刚好也是这个所谓总统大选年 跟今年2020年一样 对哦 当年是老布希要竞选连任哦 没错 结果呢 结果当然是落选竞选失败 连任失败 对 输给了柯林顿 天啊 所以1992年洛杉矶的大暴动 种族大暴动 让老布希的竞选连任是失败的哦 那不就跟今年2020有点像 对 今年其实我觉得 有非常多的一个类似的地方 稍后我们再来谈 但是你从股市的一个角度来看 它其实股市是往上去做走高的 它并没有受到这个洛杉矶大暴动的影响 如果您细看 其实它是有一点点小震荡压回 然后再往上 OKOK 然后接下来是2001年的 新兴纳提的这个种族暴乱 跟2015年的巴尔蒂摩的一个暴动 其实这两件事情 也都还是跟白人警察 跟黑人青年是有关系的 就是抓了之后 然后可能用刑 然后跟这一次其实都非常类似 执法施党 对 执法施党 所以当时其实有出现一些暴动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说以这两次的一个经验来看的话 当时的一个股市 都有出现比较明显的回答 2001年是这个 这个小布希当选之后的下一年 那这个2015年是这个川普 要当总统的前一年 所以他并不是所谓的一个总统大选年 同时这其实这一年都有一个 所谓的外患的部分 所谓的外患就是当时的一个指数 之所以呈现大幅度的修正 是因为2001年有那个网络泡沫风暴 所以当时股市跌的比较多 那2015年的时候是刚好遇到了 这个中国股市呈现大幅度的回答 对 所以那个时间点 刚好这个内部有暴动 然后外部有这个 有这个所谓国际股市大跌的时候 当然其实内外夹击之下 内外夹击之下 美股的修正 对 所以当时美股的修正是比较多的 那这一次的一个所谓的 乔治弗洛伊德的一个事件 我是认为说当然这个一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今年刚好也是 川普要竞选连任的一年 那我刚刚其实谈到 这两年的状况其实非常像 因为刚刚瑞涵有谈到 就是说川普他说 我要启用军队来镇压 这样子的一个暴乱 他的法源依据到来自于哪里 他的法源依据来自于 美国的叛乱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说我美国国内 出现叛乱的时候 我不用经过你州长同意 我可以出动军队去评乱 换句话说 他已经把这样的事情定义成 所谓的一个叛乱的形形 所以川普话已经说了 我们现在生怕 2020这一次的暴动 会不会跟1992年 这次暴动一样 川普11月份就要竞选连任了 往下一张资料看 有没有可能川普跟老布希一样 竞选连任 川普在2020失败呢 我认为这时候 其实他竞选连任的压力 真的非常非常的重 因为一方面有这个 所谓疫情的关系 失业率又高 然后现阶段整个经济状况 又不是很理想 加上说这种所谓的 严重冲突的一个事件 所以对于他的一个连任之路来讲 我认为真的其实非常的辛苦 但是还是有机会 因为毕竟你离11月份的大选 还有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倒是可以去稍微分析一下 当然我认为其实 他要连任的那个机会 相对来讲比较低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稍微看一下 如果说他后续能够完成连任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我是认为说对于美国股市来讲 应该会是一个比较激励的效果 你先帮我从那个暴乱情况 这两类你为什么接这两类 好这个部分我们应该可以这样看 就是说我们刚刚从这个过去七次的经验来看 你会发现其实暴乱的状况严不严重 他其实不影响美国股市 那个两次的下跌最主要是 对他两次的下跌最主要是因为这个外部的环境不理想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暴乱的严不严重 其实并不是影响美国股市最直接的因素 最直接的因素应该还是川普能不能够连任这件事情 那因为过去这四年其实川普的一个政策就是 美国股市要一直涨嘛 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 他如果能够连任 在那么艰困的环境之下 他还能够连任的话 我认为美国股市其实续扬的机会是比较大的 如果暴乱很严重 他还可以连任 美股会继续涨 对 因为代表说他其实这么多的一个考验 对他来讲要通过了 对都熬过去了 所以我认为对于美股来讲应该是利多 那如果说是一个不连任的一个状况之下 因为你新接任的民主党的一个总统 他必须要处理失业问题 他必须要处理中国问题 然后必须要处理疫情问题 所以他有很多的问题要做处理 当然对于这个股市来讲 因为你换了新的一个领导人的时候 短线上面一定会造成一定的震荡 所以我认为他先跌后涨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那民主党总统如果新选上的话 他压力可重 对压力可大了 对那如果是不严重的话 其实大概也是类似的一个架构 就是说因为川普的一个政策 一直以来都是希望说股市能够强势 对所以他能够如果最后不严重 小事情解决的话 当然美国股市续扬的机会是比较大 那不连任一样 是我们刚刚所谈到的 新的一个民主党的这个领导人 他必须要面临到很多的一个考验 所以股市的一个部分 应该会呈现先跌后涨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想我们刚刚谈到2001年跟2015年 他都是遇到内忧外患 所以他跌幅比较大 但是当你遇到大选年 像是1992年以及这一次的2020年 而且他们都是民调落后的一方 就是老布希 1992老布希也是民调落后 老布希是输给那个克林顿 对那民调输给克林顿 然后这一次的川普 目前是输给民主党的候选人 希望今天川普有看到前线百分百 继续 对所以这个部分民调落后的状况之下 其实有一种叫做选举行情 不是说只有台湾有 其实美国也会有 他当然希望说在他投票之前 他都能够维持 美股都能够维持强势 对他来讲会比较好 现在川普的民调偏低 现在的暴动如此之严重 都要出军队了 可是美国股市还可以看到 稳在盘上军线都没破 人为的几率大了 我认为人为的因素非常大 做给你看 对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大家其实不用太过担心 但唯一的变数是什么 因为这一次暴乱 大家都聚在一起 所以你没有那种安全距离 或者是隔离的时候 大家留意就是两个礼拜之后 会不会那个疫情感染的人数 又突然大幅度增加 这个才是短线上面对于美国股市来讲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利控消息 明哲先把大家最关心的 到底暴动跟美股的关联性 川普11月份连任不连任 帮你沙盘推演了 那美元呢 美股都已经绷紧神经了 美元我告诉你惨得不得了 我们就插播美元指数好吧 昨天智元跟顺洁都带到了 美元指数 年线在这 昨天是所有的均线都扁破 今天最低是97.7了 所以美元贬值压力越来越重 怪谁 有人在放空啊 来请看 已经比较这么低 高盛还说继续做空 美元已经近三个月来的低 请问美元的下一步 好 美元下一步 其实还是要看最终是谁当选总统 因为实际上 如果说你从1992年这个 开始去做计算的话 你会发现 其实这个美元的汇率 跟这个总统是谁是很重要的 因为老布希以来 事实上共和党 他一直都采取的都是所谓 弱势美元 大家可以去比较那个 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势图 共和党都是弱势美元 对 川普就是共和党 对啊 然后民主党的一个部分 他是强势美元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最终川普如果连任的话 我认为美元还是走弱势的机会比较大 好 在你回座位之前 不好意思 我要个答案 如果观众朋友的思维 跟我一样很简单的话 就是暴乱严重 川普就不连任 暴乱川普做得好 不严重 那他就连任 这种情况简单思考行不行 我觉得可以 好 感谢明哲 非常谢谢您 但是明哲有讲 其实就历史资料那张图来看 七次暴动 如果纯粹因为暴动 美股大跌 这几率是偏低的 因为内外夹击 有外在利空 才会先大修正 大修正才往上 这是明哲的重点 不过说到国际大事情 当然除了这个 美国境内的暴动之外 还有美中的贸易战 还记不记得在今天以前 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贸战 还有科技战等等 施压是越来越重 中国大陆火大了 就在今天 泡泡报道说 中国将暂停采购 美国的黄豆等等 所有的农产品 换句话说 美中贸易战 中国大陆 啥产品 啥东西我都不买了 那险见撕破脸 美中贸易战 只有更加恶化 会不会是这样呢 怎么恶症啊 报道 麻烦聪哲帮大家做一下预告 那美中贸易战 经过疫情的影响之后 有一段停滞的一个现象 那最近呢 那个川普又对这个 中国有一些施压 那中国也有做一些 反制的动作 那未来可能有 越来越严重的一个趋势 完蛋了 如果刚刚聪哲这么一说 好像已经摆明了 美中贸易战 会有越来越撕破脸的可能性 您说怎么办呢 如果你真的一毛钱都不买的话 美国不会反击吗 还有因为聪哲呢 是中金院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 所以我当然就要问哦 疫情之后 压中经济各个国家 谁的复苏力道 是强的 是肯定的呢 日本 台湾等等等 都会说哦 回到这样之后 让聪哲继续追 还要再追仔细的 产业大事情 我们台湾不是有很多 重要的国家对吗 美国学台湾是不是这样 听说哦 美国半导体业者哦 游说政府 要砸下1.11兆美元 组美国半导体国家队 哇 所以下一步呢 对抗中国大陆吗 到底美国半导体国家队的 重要的目的跟未来的意涵呢 其实呢 现在中国半导体壮大当中 所以美国呢 也要想办法请国家之力 那有没有机会呢 发展它的半导体之余呢 能够拉拢台湾 给台湾多一些机会 而且呢 下半年的电子旺季 其实很重要就要看 瓶盖股 是不是呢 出头天又要到了 最近大力光开始发工 带着国内的瓶盖股 逐步的转强 不过今年的旺季 还能够跟往年一样 那么的精彩吗 我们待会有深入的剖析 太赞了 听得出来 美国的半导体国家队 好像还有其他partner 包括我们台湾在内吗 听仔细咯 三个重要的产业新闻 都麻烦他把它说明白 台股讲清楚 台股到底是要怕 还是不用怕 量不到两千亿 所以怕去 金金涨吗 可是毕竟还是有人告诉我 小心啊 现在需要拉高出货 拉高出货 有没有拉高出货的可能性 我如果去判断 拉高出货 郁航怎么判断 是我们怎么去看 是不是拉高出货 等一下三个指标 交大家观察 那如果真的是拉高出货 后续又该怎么办 完蛋了 三个指标 您看吧 如果没有拉高出货的可能性 会有三个指标吗 这三个指标 实在是太重要了 出货讯告研判 今天让K棒说话 愈合号第二大题 除了帮我解决 拉高出货 如果真的有的话 您要小心 另外一个 六月天真漂亮 台股指数都在万一之上 所以呢 股票继续抱着 万一不用担心吗 哪有那么简单的 股票操作有那么容易吗 所以你手上的股票 是要续抱 还是要出场 端看您自己本身 到底是端线的投机客 还是长线的投资客呢 操作应对 是大大不相同 四大类 为您说清楚了 他的第二大题 请预恒教教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